在综合作战中,还有一种军舰的功能,与航空母舰有相似之处,可以用来搭载飞机,又完善了航母的其他一些功能, 比航母增加了更多防御武器,可以不依赖护航舰保护自身,同时还可以用来搭载坦克和军队,虽然吨位普遍不如航母,但是在作战中更为灵活,这就是由航空母舰发展而来的两栖攻击舰。 顾名思义,所谓的两栖就是可以同时搭载空军装置和陆军装置,在战争中可以为己方提供空中支援和水面支援,还可以为战场运输大量军队,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。 两栖攻击舰在海上的重要性仅仅似于航空母舰,有时甚至可以替代航空母舰在海战中的地位,两栖攻击舰的作战方式较为灵活,可以根据战争需要混合搭载作战部队、直升机、坦克战车等。 在实际战争中,两栖攻击舰可以发挥重要的战术作用,普遍情况下,可以利用直升机将战舰上的军力和物资垂直输送到战场上,为战场提供有力的支援,同时可以承担运输船的作用。 目前世界上吨位最大的两栖舰是美国的美国级,该两栖舰较为年轻,2014年才正式投用,美国级的吨位可达4万5千吨,P美小型的航空母舰,配备有F-35B战斗机,容量可以装载38架飞机,数千人军队。 此外,美国还拥有黄蜂级两栖舰,排量仅次于美国级,目前美国两栖舰的数量和战力位于世界之首。 此外,配备有两栖攻击舰的还有英国、法国、韩国、日本等近十个国家,日本的出云级两栖舰,法国的西风级两栖舰也都较受关注。 此外,据悉中国也在研发两栖舰,新一代的两栖舰战力,或许可以媲美美国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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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